随着偶像练习生总决赛落幕,范冰冰和李晨换掉弟弟范橙橙照片改回情侣头像。 这一次的头像更是经过进行设计,二人手中各抱着一块红色图案。 将图案拼合后是一张情侣同时抱着红心的图片,一波狗粮洒得不动声色。 当晚粉丝团晒出一张范冰冰李晨乘服梯的照片,冰冰树带熊一般搂着李晨,小两口朝恩爱。 自从范冰冰与李晨公开恋情后,两人就非常大方, 不时的向大众秀恩爱。 前段时间李晨向范冰冰求婚成功,但好像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 而近日有网友拍照,范冰冰带着妈妈与李晨现身餐馆吃饭的照片。 早前李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,曾透露自己范冰冰的婚礼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举行。 不知道这一次碰面,对于两个人工作非常繁忙的他们是否商讨婚礼事宜呢? 近日有网友偶遇到李晨,范冰冰一行人外出会有聚餐。 范冰冰带着妈妈张传美先行走出餐厅。 李晨紧随起后,华生牢里大黑牛帮忙收拾东西。 近车熟路一点都不含糊,完全已经与范冰冰有了一家人的姿态, 将一些随行的东西往范冰冰的车后备箱里放。 这次碰面,李晨也展现出了平时闷头干活的一面。 相信范冰冰和准赵母娘也非常看重李晨的这一点。 在范冰冰心中,李晨就是完美情人。 在范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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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